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备受期待的自认为等效业界1.8nm的Intel 18i制程目前充满不确定性 有传言称由于良率低,大规模生产HVM将推迟 目前英特尔的情况并不理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缘和经济动荡 该公司目前面临着代工部门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据报道,英特尔内部消息人士表示 Intel 18i工艺可能会推迟到2026年 因为目前的良率使得公司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 但这一传言并有隐情 英特尔最初的计划是在2025年底前 量产采用Intel 18i工艺的笔电 CPU Panther Lake并吸引外部客户 该公司计划在2026年第一季度前 扩大PTL片上传输层的生产规模 因此,该报告与此相符 然而,有趣的是 尽管据此前一家海外媒体报道称 Intel 18i良率在55%至65%左右 但只有良率达到常规的70%至80% 晶片生产才会有利可图 该公司新任执行长陈力武 Lake Bull 1910尚未准备 好在良率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 进行大规模生产 Intel经常在大规模生产阶段 选择较低的良率 这不仅导致了营运亏损 也导致最终产品质量低劣 鉴于该公司正在为良率 更高的Intel 18a工艺做准备 因此,在内部和外部竞争中 都拥有更大的机会 由于英特尔的主要目标 是减少营运亏损 并提升股东价值 因此,开发一种与台积电竞争的制程 将使其在经济复苏中 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目前,英特尔的计划 尤其是晶圆代工部门的计划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但在所有复杂影响因素之下 该公司实际上正在努力 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标准和行动 来寻求突破 例如大规模裁员 消息人士表示 英特尔过去的目标是 良率达到50%以上 然后再开始量产 因为任何提前量产 都有可能损害其利润率 英特尔通常要等到 良率达到70%以上 才能获得最大份额的利润 这对于像Panther Lake 这样小巧的晶片来说 至关重要 因为缺陷过多 会使其难以销售 英特尔表示 利润还来自市场扩张 和工厂产量提升 了解英特尔制造业务的人士表示 在Panther Lake第四季度发表时 大幅提升良率 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据了解测试数据的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幅提升 英特尔可能不得不以较低的利润率 或亏本的方式销售部分晶片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 此前在7月表示 良率通常一开始很低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 他表示 对于Panther Lake 现在正处于量产初期 英特尔补充到 他们的业绩和良率轨迹 让他们有信心 这将是一次成功的发表 这将进一步巩固英特尔在笔电市场的地位 英特尔评论表示 Panther Lake完全不如正轨 英特尔并未具体说明 其晶片实现盈利的良率门槛 该公司此前警告称 如果1.4奈米制程 英特尔14A工艺 无法获得外部业务 它可能会完全退出尖端制造领域 英特尔的英特尔18A工艺 涉及重大的制造变革 并一次性引入更新的技术 例如 下一代电晶体设计 和一项可改善晶片电量传输的功能 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晶片制造的复杂性 这带来了制造风险 了解英特尔测试数据的人士表示 英特尔接受了这一挑战 只在缩小与台积电的效能差距 但其推出未经验证的系统的时间 过于仓促 最终会导致失败 有人将英特尔的这项努力 比作孤注一掷 2025年4月 英特尔表示 已开始朝着通过英特尔18A工艺 进行风险生产 Panther Lake晶片 迈出关键一步 该公司还在5月台北电脑展上 展示了几款 据称使用Panther Lake晶片的笔电 但问题依然存在 相对于行业标准 Panther Lake晶片的缺陷数量 大约是英特尔开始量产时的三倍 David Zinsner对这些数字提出质疑 并表示实际量率比这更好 他没有给出具体量率数字 英特尔也拒绝提供这些数据 他们预计每个月的量率都会越来越好 这样到年底 英特尔的量率水平才能达到足以支持量产版Panther Lake的水平 他补充到即使在这样的量率水平下 利润率也不会增长 所以他们仍然需要改进 David Zinsner表示 陈立无比以往更多的与英特尔的供应链人员沟通 并向他们提供数据 以帮助提高晶片量率 目前英特尔仍然部分依赖台积电 生产其自主设计的晶片 一位英特尔高管在6月表示 其在Panther Lake之后 计划推出的Nova Lake晶片 也将部分由台积电生产 知情人士透露 英特尔原本希望通过下一代PC晶片的 Intel 18A关键的1.8nm制程 赢得制造订单 并重振其在高阶高利润晶片生产方面的优势 但随着其测试新技术 该制程在质量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消息人士称 截至2024年年底 英特尔生产的Panther Lake晶片中 只有约5%的良率 到2025年夏天 这一良率数字将升至10%左右 但其警告称 如果将未达到所有效能目标的晶片 也计算在内 英特尔可能会生成更高的良率 鉴于2024年的早期测试令客户失望 但英特尔表示 其Intel 18A工厂 有望从2025年开始 大批量生产Panther Lake笔电晶片 其中包括下一代电晶体和更高效的晶片供电方式 据于此前报道 英特尔希望 生产如此先进的内部晶片 能够提升外界对其代工厂的兴趣 而与此同时 执行长陈力武正探索重大转型 以纠正这项新兴业务 然而据自去年年底以来 就了解英特尔测试数据的人士表示 通过Intel 18A工厂生产的Panther Lake晶片中 只有一小部分质量达到足以交付给客户的标准 低良率意味着英特尔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难以使其高阶笔电晶片盈利 而随着代工厂优化调整其制造工艺 良率可能会上升或下降 总体而言 英特尔这几个月来 一直承诺投资者将利用Intel 18A的制程来提升产能 英特尔赤资数十亿美元开发Intel 18A制程 包括新建或升级多家晶圆厂 旨在挑战台积电 英特尔目前主要由其自主生产 台积电则协助其生产 其希望通过代工业务来完善其晶片设计业务 从而与这家关键供应商展开竞争 但英特尔能否重振美国先进晶片生产 并使其代工业务站稳脚跟 取决于能否缩小与台积电的技术差距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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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